真辛苦你了老婆 老公我不辛苦 都已经洗完了 老婆 你真好 还有这些 不过你可要快一点 集团酒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如果耽误了 我这个副总可是要被人议论的 放心吧 我很快的 谢谢老婆 喂 纸箱工厂吗 我要订一个纸箱 一个 能够大到把人装起来的纸箱 我那个准备团天临近回国 如果 给他整点丑闻 那总裁之位 就非我莫属了 他怎么来 真晦气 小鱼韩总怎么来了 怎么怎么会是这个魔鬼 你是谁 你不是我老公 你不是我老婆 怎么带这个上桌台面女人 小鱼别乱说话 看着你嗓子 老婆 他跟韩总打招呼 韩总 这位是我老婆 宋小姐 你好 韩总好 宋慈 抓着我又会负责手不想放了 是不是 哥带你来这可不是为了勾三大四的 想问你这样胡说是话 杨颖 我和宋小姐 初次见面 他的表情分明是在怕我 初次见面 太好了 他没有认出来我 是吗 韩总竟然说初次见面 我又何必怕你 ?! 孙小姐 我还有 孙小姐 还记得三年前的夜晚 孙小姐还记得三年前的夜晚 看来宋小姐和我一样 对三年前的夜晚记忆深刻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宋慈啊宋慈 嫁给我 不就是得为我付出吗 三年前我设计你去陪王总 结果不知道你不给了谁 今晚 是绝对不会再让你偷了 老婆 敬汉公一杯吧 韩总 我衷心的祝愿你和小鱼 白头偕老幸福美美 谢谢宋小姐的好意 不过相比白头偕老 我更希望宋小姐可以早日找到自己的 容易眼睛 韩总可真爱开玩笑 宋慈你嫁给我哥三年 只会断茶送睡席一做饭 还是第一次来这么大的宴会 这酒可是82年的拉肺 你多喝点哦对了 一会儿要是有吃剩的宴菜 也都给你打包回去啊 蒋语 宋慈你什么身份啊 敢进入我的男人还不配 哎 小鱼小鱼你没事吧 宋慈你这个大嫂怎么当的 竟然欺负小鱼 老公 是他自己摔倒的我没瞎 还好小鱼没事 否则看我怎么教训 还好小鱼没事 否则看我怎么教训 你为什么总不相信我 好了哥 嫂子肯定也不是故意的 你就别骂他了 小年 你看我的手都破皮了 好疼哦 那你就去找你哥 你哥那么辛苦 这不太好 我把你带来 韩总说笑了 小鱼毕竟是我妹妹吧 对啊 我们就是兄妹 韩总 我在要七号八号房 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我们酒会结束后 车回去看看 同 我一定去 老公 我去趟洗手间 啊 宋慈 三年不见 看到我就没有办法惊喜吗 惊喜 三年前你夺了我的清白 简直就是我一辈子的恶梦 恶梦 三年前我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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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你放开我 你要再碰我我就喊人了 你确定 你还快变吗 你 我 很痛吗 都留下了 我喜欢你 别提那个剑 他不配你提她说好话 对了笑你 我给你新买的内衣穿了吗 内衣 江锦红竟然给江玉买这些 江锦红 那真是个好 说话 说话 你就这么把他发现 求你了 你说话 求人呢 就要求人态度 要怎样 我想要 你 江锦红能跟人家背得上 你真香吗 嗯 没关系 我没关系 那三年前六月出记的一晚算什么 那就是一夜荒唐 你也哄唐斯克斯就想打罚我 你知道我一千九百七十多钱怎么过来的 你是 你什么意思啊 我意思 我告诉你什么意思 宋慈哪里配穿这么好的女人 他只配一摊货 十块钱三条 一边一个米 江景皇在你心里 我就这么不值钱吗 这个是我爱走神 宋慈 你说要是江景皇知道我们的关系 会怎么样 阿宋 死了 现在 你可以走了 走 阿宋 救命 宋慈是你吗 宋慈是你吗 他真的不值得你这样来救 宋慈 他真的不值得你这样来救 老师我听错了 宋慈怎么会在那厕所 不对 刚才的声音就是宋慈 你 这儿一层了 宋慈 你就这么怕他 我看他根本就不在了 不用你管 根本就不了解他 我不了解他 你只要吃三年 你只要吃三年 你别说了 我 韩总 怎么是你 韩总 怎么是你 什么 还不过来 啊好 这双鞋怎么好像有些眼熟 像宋慈穿的 你还不过来 江总 虽然韩总空架抢了您的总裁职位 但他好在是你的妹夫呀 一定不会少了您的好处的 那是虽然 现在提前提前安 谢谢 你好好想想 这样 到底值不值得你这样付出 小军别乱说话 看你嗓子 他只配一摊货 十块钱三条 值不值得 别人说了不算 我觉得值得就够了 宋慈 按你交给江锦红这样的人 让我怎么放心 我怎么办 宋慈 你刚才去哪了 我 去洗手洗手间 洗手间 你刚才 是跟韩乔年的洗手间 老婆 你不用解释 我问回你了 哎 你到耳环去哪了 耳环 可能 小洗掉了吧 这么大干耳环 在他手里 我是从男厕所里捡到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男厕所 宋慈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 我我我我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东西掉进了男厕 你跟我说你不知道 包装傻子 啊 就这么饥渴吗 就这么饥渴吗 跟别的男人在厕所不三不四 江锦红你在胡说什么啊 糟了 身上不会有什么印记吧 韩子 不就是丢了一只耳环吗 送下机 包裏教授 扒 罗鹏 你在包里放着怎么一早说呀 我忘了 我回你了 宋小姐 自己的东西 可要看好 是 該死 你以為丟置一樣的耳環在南側 讓哥哥和喬妍都以為 她是水清洋花的女生 沒想到 我等著 八婆 你跟韓總 認什麼 韓總今天剛回國 我怎麼可能認識他這樣的大人 對 八婆 我今天在這裡訂包間 我一定 給你一個畢生的 我等你啊 老公 我已經到十七樓了 到底什麼事啊 老婆 我在1728號房 我已經準備了東西 你記得放好之後躲進箱子裡 要給我一個驚喜哦 要這麼折騰嗎 當然要的 這可是 一個我們的新婚之夜 好 宋慈啊 宋慈 無論是我要取代韓喬年成為總裁 還要拆散小魚跟韓喬年的結婚宴 只要你和韓喬年睡了 一切就都水到渠成了 宋慈 你還真是最好的犧牲品 怎麼回事 怎麼感覺有點暈 還有點暈 這 衣服也太暴露了吧 這 應該就是進我們說的箱子吧 我 老公 我可以出來了嗎 老公 怎麼是你 首先 感謝各位同事和記者朋友們 來參加今晚的新品品品會 然後呢 我今天在一個神秘房間裡 給大家準備了一盤好景 各位想不想嘗一嘗啊 想 哥 我也想嘗嘗 好 既然大家都有興趣的話 那我就把這一壇 釀造了三年的好酒拿出來 絕對濃烈 絕對精神 感興趣的朋友們 包羅蜜 怎麼是你 小心 放開我 你怎麼會在我的房間 這是張靖昏給我開的房間 不可能 這些衣服和這個禮盒 都是他專門給我準備的 所以你到現在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嗎 發生什麼了 經濃烈 他根本就不愛你 他只是把你當成禮物 帶過來送給我 過了 這次 聖子 沒事吧 好厌 我好軟 該死 三年前跟你下腰 現在還是老套路 聖子 幹什麼 我不知道 我好難受 聖子 現在被嚇咬了 左上都不是你的人 聖要 你看 宋慧 你别忘记 嗯 帅 谁就在前面 马上就到 哥 你到底准备的是什么 这么神神的一夜 等你看到了 就会明白哥哥的两口用心了 张布总真是有心了 带着我们一大批的去找好者 不知道呢 你给我们去捉奸看 啊 你看清 我是很教你 我知道 我想要 宋慧 我去给他解药 别人都会吗 没有 没有 啊 啊 啊 等会记者朋友们请他玩 然后去我这杯酒 好好宣传去 酒就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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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什么情况 韩总 你怎么在这 韩总 你这是 藏个女人吧 好像 是酒的声音 女人 韩总 今天可是集团 来的媒体记者无数 你在这种时候 带一个女人来开房 未免也太有所集团形象了 还是集团的形象用不着你 还有 我的事 什么时候任何人唱什么 带着你的人 你滚出去 好 集团形象的事我管不着 好 但是 你被子里藏着女人 作为小鱼的哥哥 我必须给他讨一个公道 这件事 总得给我一个解释吧 给你一解释 你也配 那我呢 乔年 我可是你的未婚妻 你总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未婚妻 我们什么时候去 乔年 好 都要看看是哪个演员敢勾引你 都要看看是哪个演员敢勾引你 江羽国站住 为什么连江羽也在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曹年 被子里的女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这么护着她 我被子里 当然是我的女人 既然说她是你的女人 那我呢 我算什么 你算 我都没打算要娶你 什么 韩总 为了被子里这个女人 你竟然连长辈的约定 放在眼里 我说过 我的事情 顿不到你来插手 我作为小鱼的哥哥 如果我不说 那谁来保 江景侯 你是为了保护你妹妹 还是为了你自己啊 韩总在说什么 听不太懂 不用你懂 带着你这些记者 滚出去 否则别说总裁的位置 就是你现在副总的位置 你也保 我 瞧你 我哥都是为了我好 要不是你被子里藏着个女人 上不得抬面 你为什么这么不记后果 护着她 不要先 我的被子 只有我自己 韩总 你这么做 怕是难以服众吧 啊 看来你对被子里的东西 很好奇咯 毕竟这一地狼藉的 总得给大家一个交代 交代 你也不配 你也不配 好乔 不要先 你自己先 嘿 嘿 神啊 这怎么可能呢 真没劲 我还以为真要什么呢 那有什么关系 韩氏集团总组韩乔年 酒会期间寂寞难耐 无辜枕头惨遭蹂躏 还得是你呀 放我出去 难怪韩总有恃无恐 原来这里暗藏玄机 江锦红 那只是一个装礼物的箱子 却你别自找死 韩总口口声声说 只是一个礼盒 你慌什么 箱子里的是人是鬼 咱们试试不就知道了 江锦红你干什么 韩总 反应也太大了吧 这才第一脑 啊 这个声音 是我老婆 这个声音 是我老婆 什么 这里边的人是我老婆 这以后不用告诉过你 即使逼我吧 你可感受很死的 韩总何必这么老兄长 我现在只想知道真相 这盒子里的人是不是我老婆 给你看看 我看到了立马走人 江锦红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吩咐我多事 我看了吧 因为你知道 睡的人是我老婆 再说一遍 再说多少遍一样 你睡了你下属的妻子归来的嫂子 哥 没有证据的话别胡说 是不是 是不是 胡说 谁走 来看看就是 不会吧 孝子没有女人 这是张太太 我知道呢 如果这是 那这条新闻 绝对是不是 死你男人最劲爆的 小年 我问你 小子的女人 真的是我嫂子吗 我说了 这是我的女人 沈宇 不要被他骗了 不敢打开箱子 就说明箱子里的人是你嫂子 小年 我不需要像任何人 我说过 这里面的女人 就是我的 谁敢再往前多做一遍 谁立刻从临中消失 小语住手 小语 小语你没事吧 小语 男强年 就算你再怎么护着箱子里 但你也别忘了 小语还是你的未婚妻 男强年 未婚妻 他从来就不是 小语 你确定为了箱子这个贱女 给我闹成这样吗 我说了吗 这是我的 你敢说他贱 他不见会杜瘾你吗 江语 立刻从父亲里跑出去 你敢说他贱 不可能 你非要看看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你让你这么不计后果的保护他 杨瑜 滚出去 不可能 你非要看这个女人是谁 杨瑜 宋慈 居然真的是你这个贱人 我 居然真的是你这个贱人 啊 不是这样的 姨父跟嫂子搞在一起 这可是惊天大蟲文啊 快拍 难怪韩庭表面上看 也不见女色 原来她喜欢玩这么刺激的东西 死了你这个贱人 竟然在我眼皮子里间 贵有文汇妇 杨瑜 我重视了他 乔年 你为什么这么忽略着水晶 要坏人见人 我告诉过你 她是我的女 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她 好 知道了 你一定也是被她蒙蔽了 你知道吗 她跟我哥结婚当天就跟其他男人睡了 你不信可以问我哥 多了 杨瑜 杨瑜 宋慈你还要不要脸 全世界男都死光了吗 你为什么非要勾引我的汪魂缝 我没有 这这就是一场意外 意外 你穿成这样还敢说是 好 先叫大家看看你这不够人骚眼啊 大家看这个女人穿成这个样子 还说没有勾引文魂缝 杨瑜你闹够了没有 乔年 你越是护着她 我愿意放过她 小玉你没事吧 哥 你看她 从此 立刻给小玉道歉 凭什么跟她道歉 凭什么 就凭你厚颜无耻 是跟自己小姑子抢的 我没有 这房间是你订的 这些盒子也是你准备的 你还污蔑我 臭不要脸 跟自己妹夫说一个 江青红个混蛋 我混蛋 今天是你这个当不回 你白绿帽走大屎 给我带绿帽走打死你 这纸红 敢动我的女人你找死 韩乔年 我忘了送死她是我老婆 你呸 如果你当真让她是你的老婆 你就不会让她委屈三年 更不会让她在这 受这种局 他们不带你走 我带你走 我想跟他人受管血 韩乔年 不警不命 还当众勾引我老婆 欺人看慎 够了 你们别吵了 现在不想看到任何人 出去 都给我出去 不要脸的见着 还敢让我们出去 我今天非要把你扒给牛肩 让大家看看他骚样 敢 哥 你看他 他还敢凶我 你帮我把他扒给牛肩好不好 好 宋慈 别怪了 想要怪就怪你今天做错了事 敢动他我要你的命 那要是我动他呢 爷爷你终于来了 你快管管乔年吧 他不仅跟宋慈做出那种事 还动手打了我 我没有 都是被陷害的 看你穿的那个样 还有脸说冤枉 来人 把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 拖出去 把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 拖出去 住手 小年 你要干什么 我说过了 任何人不准带走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堂堂的上市集团 继承人 竟和 有夫之妇乱来 你是嫌我活的太长 还是嫌集团 不够你帅的 爷爷 你别生气怪乔年了 都是宋慈这个贱人勾引的 叫你一口闭嘴 该闭嘴的是你 小鱼这么好的未婚妻 你不珍惜 你还在外头乱来 就你这样 将集团 置之不顾 我怎么放心的把集团 总裁的位置 交给你 我可从来没说过 非要这个 总裁之人 好 从今天开始 你就把集团总裁的位置 交出来 让锦红接替 董事长 别一群是 就这么定了 让我放弃总裁之位 也可以 不过 你得看看眼前这个人 他配 这话你怎么讲 自面意思 你眼前这个得力助手 三年前为了项目 把自己的老婆亲手送到了上司的床上 就这样的人 他配不配做总裁 就这样的人 他配不配做总裁 你说什么 韩总 就算你想转移大家的视线 也没必要那三年前的事情来污名 污陷 三年前你对宋慈做了什么 你都忘了 韩强你你什么意思 三年前的事情 难道另有隐情 那 就要问问我姜 韩强你 我是看在董事长的面子上 才理仗子 但这不是你能够肆意妄为 往我身上泼脏水的理 说我出卖老婆 尚未 没有证据 看你 你也配问我要证 原来我们韩总 是在空口白牙 血口喷什么 小年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又玩什么鬼把戏 不是我在耍把戏 而是我们江户总 亲手把老婆送到我的床上作为礼物 这事怎么说 小年 你说是我哥把送子送到你床上的 怎么 你在怀疑我呀 哥 小年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哥 小年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当然 那么深 韩小年 你口口声声说 自己把老婆送给你 我为什么爱不做 难道我喜欢她自己戴绿帽吗 你当然不喜欢戴绿帽 但我这个总裁师位 挤很久了 韩总 我还是那句话 没有证据 没有人会相信 证据是吗 现在就给你 这里是一万块 我找你们订过箱子的事情 我如果任何人说出去 放心 韩总 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 房间号就是1718 怎么样江副总 这个证据 够 够 天空 这个视频里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 我是丁国小子 那不是药器药吧 这个视频被人篡开 如果是被人篡开 那你给我解释前事 我为什么在药器药吧 如果是被人篡开 那你给我解释前事 我为什么在药器药吧 老婆 是你听错了 我说的不是药器药吧 我听错了 对 不是韩教你 是他 是他在害我 诬陷你 就凭你也配 来人 让视频见经事件来 你仔细检查一下这个视频 看到底有没有造假 是 韩总这段视频没有任务合成 或者剪辑的痕迹 确定是正版视频 是 混账 谁给你胆 敢酸起我 棍 市长 你只是误会 误会 事实都摆在面前了 还敢狡辩 哎 枉我精心的培养你 算我这次走眼 乔年 今天晚上的事 你随意处理 董事长 我可以解释 我可以解释 我滚开 真没想到 我老公出轨 全是我最爱的哥哥干的 小月 小月 你看到的都不是真的 都是韩教你陷害我 够了 你到现在还在冤枉乔年 小月 哥哥这么疼你 怎么会害你呢 忍心让自己的老婆被抹黑 也要保护自己人类 江福总 对妹妹的爱 好特别啊 韩教你给我闭嘴 你别给我动手 你别给我动 别打了 来人 把他给我拖出去 放开我 放开我 韩教你 你给我等着 这是没完 你们等什么呢 滚 小年滚 韩教你 你没事吧 我 关于姜景宏三年前内晚的证据 继续派人调查 你没事吧 这是哪 我家 这样好你被下药了 有点回这儿来了 下药 放心 没对你做什么 那就好 谢谢 看来你 看来你对姜景宏还真是一无所事啊 昨天晚上你对我那样反常 是因为姜景宏给你下药 给我下药 阿婆 敬汉总一杯吧 你要去哪 我要去找他问清楚 经历昨晚那一切 你还看不清楚姜景宏的真面目吗 她的真面目 那是我的事 韩总你我身份有别 还是别再挂我们夫妻的事了 结婚三年 姜景宏她碰过一会 你到现在还不清楚 她到底为什么 三年前的那个新婚业 是我对不起她 就算她不碰我 我也能理解 韩总不必多说 尽快给我查清三年内 我的真相 还有 找人跟着送辞 别让她注视 送辞 很快 我一定会让你看清楚姜景宏的真面 我住三零二病房 你先过来吧 你嫂子来了 我先挂吧 你怎么来了 姜景宏 昨天晚上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像韩乔宁说的那样 你为了上位把我给卖了 我问你是不是 是 你满意了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我是你的妻子 我的妻子 一个三年前在新婚业出轨的女 你也配 不是说 这些手统已经删了吗 删 我为什么要删 我不仅不删 我还要时刻提醒 是你送辞 新婚业就给我戴绿帽子 让我每天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现在 我现在两个正常男人我都做不了 怎么能把这些错 都怪在我头上 对 不能全都怪 要怪 就怪你精神病老爸 把你培养的这么好 对了 我想 如果你的爸爸看到这些照片 会不会犯屏自杀 不可以 不可以 我不能发给我爸 我不能发给我爸 我不发给他 因为 因为 因为什么 老婆 你是我最爱的女人 就算你背叛了我 我也不会放弃你的 老婆 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想把你送给韩乔年 我 我刚才说的 都是亲爱的 计划 真的吗 那为什么我会出现在那里 又为什么 我不愿意承认衣服和盒子的事情 我是有苦衷的 什么苦衷 我不能告诉你 但是老婆 真的要相信我 我可以发誓 你就是我最爱的女人 我不会把你送给任何人 你觉得 我还会相信你 你看什么 你不是不相信我吗 江济红你疯了 老婆 你相信我 我现在有些话还不能告诉你 但是你真的要相信我 先别说这些了 我去给你找一车 你还不肯原谅我是不是 好 江济红 江济红 我原谅原谅 我原谅你 老婆 你真好 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 江济红 再也不会相信你的谎言了 三年轻的事 迟早会查到真相 好 好 我现在去给你找一车 好 谢谢老婆 真是个蠢女人 要不是我那方面不行 早就跟你离婚 还用等到现在 夏雨你来了 我给你削个苹果吧 你得见女人走了 走了 走了 你说 要找我什么事啊 也没什么 宋慈敢勾引韩乔年 我一定要给他的颜色看 不过我约不出来他 需要你的帮忙 我觉得不行 为什么 你不是最宠我的吗 啊 你现在开始心疼那个给你戴绿帽子 见女人了是吗 你别生气你先坐 你别生气了 我当然没有啊 我只是觉得 你别觉得 你别忘了 是你现在对不起我 是你把送死送的 还叫你的床上去的 哥 你必须帮我 好好好 帮你还不行吗 这样吧 我先开了一个会所 里面保密性很好 这样你在里面 想干什么你自己 好 只要你能帮我把他约出来 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 宋慈 你这个贱人敢招惹我 你死定 老婆 待会小鱼情绪可能会一些激动 你千万要让着他点 知道 那我先走吧 我都要看看 你又想玩什么巴西 好 宋小姐刚才被张景峰送进了一个会所 情况好像不太妙 急于盯着我忙着 大家都安静一下 我们今天还撞到我们家里到了 你不是有事找我谈吗 现在我来了 去哪儿待 就在这儿啊 这儿 对啊 对啊嫂子 就在这儿谈 让我们也听听 你是怎么从姜南小姐手里 勾引组韩天天喊 啊 我没有勾引一下 还说没有勾引 我都捉肩在床了 这样 如果你来找我 就是为了跟他们一起来羞辱 我先走了 给我站住 我让你给我站住 咱俩你到底要干什么派 当然是何谈 你来这儿 我就是为了哥们 放饭 怎么 现在知道派伦 当时勾引我未婚夫的时候 就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个劲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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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知道派伦 结果 那你现在呢 你跟江景洪不清不楚的关系 你下过结果吗 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清楚 江景洪虽然是你们江家的样子 但也是女人生的 这么多年对你不清不楚的爱 不要说你毫无察觉 我不知道 宋慈少威胁我 我 我 不然就是你做危险的话 嗯 这是照片的 宋慈 照片给我删掉 删掉也不是不行 那现在就让你的人退出去 放我出去 删掉也不是不行 那现在就让你的人退出去 放我出去 你该不会我今天叫你来 没有做任何准备 什么意思 把那个老家伙 给我带上 啊 哎呦 哎呦 老头姐 没进安全带啊啊 休息 往哪儿啊 啊 啊 放开我女儿 你们放开我女儿 没用的老东西 自身难保了 还有时间操心你 哎 真是不有其事 张云 你个疯婆子你放了我爸 放了他 放了他 你不听话了怎么办 说 除了这里的照片 还有没有其他废份 没有 你说实话是 好 那我就只能 冲你这个有精神力爸爸 摸手了 扶我往死里打 得嘞 小云你们不要看我 不要出手 你们别出手 小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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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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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你们不要看我爸出手 说 到底还有没有被分 黎尤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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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丁氏发送的照片 就知道这个女人没那么多事 还有继续的 不会不要不不要 我想要不要iam 看到了 家里里 你有什么事情冲我来 闭上爱我吗 我没事 没啦 真去那个少年 我们跳一支舞忠祖叙纹 把我们都哄开心了 就放来 吗呀 怎麼樣 讓我猜這些電子上票 將會與你瘋了嗎 怎麼願意嗎 那我就只能用一半瘋瘋血嘍 我跳跳 我跳 我跳 你嫂這麼乖不就好 非得思破裂 大家都能 你們都睜開眼看清楚 我嫂子要給你們開始表演 哦對了 他可是上一屆 世界級的舞蹈冠軍 難得一遇哦 世界級的舞蹈冠軍 說不定還沒有酒吧的那些舞女跳的好 說不定還不如那些舞女擂 你們就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 你們看人嫂子 內身在內曲線 比電視上女明星不知道強多少倍呢 今天 就拿我嫂子給你們表演去 你終生難忘的 視覺修練吧 好 嫂子 開始你的表演吧 不 小子 你不能跳 沒事吧 等會兒就好 那你藏手 不能小子 這些人 就是全心要害你 你要是在這些東西上面跳舞 你這雙腳 以後怕是再也跳不了舞了 老東西你個閉嘴 姐姐 是不是只要我按照你的腰球跳舞 你就可以放開我吧 你家瑜 是不是只要我按照你的腰球跳舞 你就可以放開我吧 那當然 要看你跳的賣不賣力了 不要一下子 把這身老骨頭撕就撕了 但你還年輕 你不能把這雙腿給虧了嗎 嫂子 快點呀 不是大家還都躺著呢 就是快上去跳啊 宋慈 再不跳 我我就把你爸 跳 不要讓這老婆死了 你抓死了 放開了 你們先衝上 我殺了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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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在打破了 江羽 我跳 我現在就跳 啊 小吃 怎麼只有一只腳要送刺 一只呢 不要我幫你卡斷了 哎呦 自己來 開始吧嫂子 今天的觀眾這麼多 可不要讓我撤 跳啊 快點跳啊 你非要我把你爸再打一頓才肯跳嗎 啊 你 你 跳啊 快點跳啊 你非要我把你爸再打一頓才肯跳嗎 噓 你 你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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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老子我的女儿 你们这些畜生 放开我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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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小姐 你发发伤心 放过我女儿吧 我 是他爸 他所有的一切 都由我来看好吧 你来看 你个快死的老东西 能替他看什么 大小姐 你杀了我女儿吧 你杀了我她吧 啊 啊 在线上 还能够 我不要临 broader 这个ตructure 我没有说 escol serial Blick 哈哈Look 真不会是世界级的模特冠军呢 这就彩钉子又彩玻璃的 还能跳得这么性感 真是让人叶不住啊哎 干什么 你放开我 走啦 你看你身上伤的这么重 让我帮你简单解释吧来 放开我 你给脸比出脸是吧 老街碰你怎么着 别动我去 去 老东西叫你别动还动找死是吧 放开我饭你别杀我饭 放了放你老不死的也行啊 要不你跟我们现在再玩会 放了放你老不死的也行啊 要不你跟我们现在再玩会 等等双龙西凤玩过没有啊 石龙西凤玩双龙西凤真没有 不建议今天体验一下啊 别碰我你 爸 爸你放开我爸 你再给我乱叫 老子把你打通路轮上去 放开 放过你 怎么可能啊 就求你放开我 叫你再叫 你咋子喊破了 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男子小子准备好了 下一个就是你啊 好 早子你放心吧 等下我居然体会到一千去死的感情 放开我不要 不要 就求你不要放开我 就求你都给我住手 哎呀 给我放开他 都给我住手 哎呀 给我放开他 你没事吧 没事 快救救我吧 救救我好 算许 给你把我都会有事啊 快给宋司爸爸量双 你放心 今天在这不错人 我没放过他们 就不会在这 啊 瞧你 你怎么突然来了 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把他给我扔住 把他给我扔住 韩乔年 你干嘛 谁给你看他 敢动我的女人 宋司他就是一个贱女人 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叉叉在这面目 把你看得更清楚 不闭嘴 杜韩乔年 叫做好死的绝望 杜韩乔年 叫做好死的绝望 可对我做什么 做什么 把这些钉子加量 然后给他 扔上去 是 求你 我是你的未婚妻 我们是要结婚的 你怎么可以这个对我 蛇蝎心肠的女人 跟我讲 你呸 潘总 钉子已经准备好了 换你 那就把它扔上去呗 我不要 我不要 现在可由不得你 韩乔年你怎么可以 就不对我 别碰我 别碰我 哎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别碰我 别碰我 啊 小年 這麼對我我爸媽不會放過你的 那就儘管讓你爸媽來找我 犯錯就應該受 你爸媽沒教過你的道理 今天我就替他們找我教你 小年 小年我知道錯了 你放過我吧 我就是因為一時怒激太害了宋慈 我真的知道錯了 一句知道錯了別扭原諒了 誰這麼告訴你的道理 那你要我這麼做 我 我給宋慈可以擺個小頭好不好 他也不用 你就在這兒 跪上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還強調你瘋了吧 把他給我摁死 不跪後一個小時 絕不損害 你把他給我摁死 把他給我摁死 不跪後一個小時 絕不損害 小年讓他們放開我 放開我 我去 很忙就好了 我 我他們 不會 小年 韓總我什麼都能幹 請你放過我吧 是啊韓總我們是玩多買家 是家人要親玩的 韓總 今天這一切全是江瑜的意思 我們根本不知道宋慈是你的女人 要知道的話 跟我們十個男人也不敢啊 啊 啊 現在知道了 現在知道了嗎 啊知道了韓總知道了 我原來無數 請你放過我這次吧啊 會 還可以 那你們就好好給我招待一下 這位 江大小姐 好 好 你別過來 你幹什麼 你 你家吧 爸爸嗎 你放心 我會找你處理好 韓小年 你怎麼能這麼對我 我恨你我恨你 喂啊 我給你二十四 讓裡面所有價值 宣布 是 我 今天 真是謝謝你了 你不用跟我這麼客氣 但是有一點 就算你不喜歡 我也要跟你說 什麼事啊 今天這件事情 表面上開始江一洞的手 但事實上 所有事情的主導者 都是江金 今天這件事情 表面上開始江一洞的手 但事實上 所有事情的主導者 都是江金鴻 你 你有什麼證據證明嗎 這是那個會所的資料 會所上附著的名字 就是江金鴻 還有 你為什麼會出現在那 應該沒有人 畢竟自己分清楚了嗎 江金鴻 為什麼要一再的這麼對我 為什麼 現在想明白了嗎 那個男人他根本就不愛你 就算你說的這些都是真的 我現在也不會跟他離婚的 為什麼 不會明白的 我先走了 啊 杜菲你站 還給我 宋子他到底為什麼不給他離婚 江金鴻收了一支 念著宋小姐三年前出櫃的照片 所以在婚姻關係中 宋小姐除了對江金鴻的愛 還有這一方面的原因 那就把照片找回來呀 我找一世 但江金鴻特別謹慎 我給他拿到 別管 這是你讓我調查江金鴻三個 嗯 江金鴻 江金鴻 死去刀 你有什麼證據證明嗎 這是那個會所的資料 會所上部署的名字就是江金鴻 江金鴻 一想到這三年所有的苦難和委屈 都不是你一手操場的 真的恨不得殺了你 宋子 你竟然敢欺負小魚 誰跟你說我對他動手了 還用聽嗎 我當事人就在這 江金鴻 你竟然還沒死 賤人你敢救我死 哥哥 你幫我好好教訓教訓他 不然我早晚要死在他手裡 宋子 我真是小瞧你了 竟敢勾以韓僑年 對小魚做出如此的 江金鴻 搞清楚了 是他對我打媽才先 那我爸做了一些 你不去指責他就算了 還來怪我 你有當我是你的妻子嗎 你勾以韓僑年欺負小魚 做我妻子 你也配 我配做你妻子 那你就配做一個丈夫嗎 啊 宋子 我最近是不是好臉給你給多了啊 哎 真是驚喜 沒想到韓總還會給我打電話 我說回剛才的話 同意跟你結婚 我說回剛才的話 同意跟你結婚 什麼 你願意跟我結婚了 為什麼 你那天明明還 所以我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 你說 宋慈在我面前表現的 那麼單純善良 但我聽說 女哥手裡有他三年前出軌的照片 不然你幫我偷出來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有那麼虛偽 你終於相信宋慈不值得了 好 我一定幫你 湯總 你真打算跟江魚結婚 江魚和江景峰兩兄弟弄不住 怎麼可能真的跟他結婚 把江景峰三年請你資料 是 哥 別把這賤人打死了 我留著他還有用 我要他親眼看著 十天之後 我有多幸 你怎麼來了 你不是想知道三年前的真相嗎 這就是你 江景峰 原來三年前的事情真的是一個 沒錯 這一切都是江景峰的結果 十天之後我跟江景峰 你結婚 只要你想報仇 我可以替你將他們二人 送入第一 韓總 這麼為我打算 該怎麼報答你了 不用報答 我知道你快 韓總 總子 你要犯什麼 你不是一直都很喜歡我嗎 怎麼 難道現在不喜歡我嗎 這是對你這樣 他很快就會回來 你不怕被他發現 怕什麼 他回來了 不是才更刺激嗎 看到自己的老婆和別的女生 封此 別後悔 江景峰 你不是一直說我給你戴綠帽嗎 那我今天 就幫你戴掩飾了 等等 峰子 你後悔了 沒有 我就是突然覺得 身體有點不適 今天不適合做這片 韓總 關於江景峰跟江瑜的事情 我有一個小小的請求 還希望韓總可以答應 什麼請求 這個仇 必須保 但是 我要親自投手 好 江景峰 你對我這麼無情 那就休怪我無意 大不了到時候 咱們拼個與死亡活 歡迎歡迎 購物 宋慈 你怎麼來了 還穿著這身衣服 這衣服怎麼了 这明明是我买给江鱼的 买给江鱼的 老公 这可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 这件衣礼服没有我的允许 你没请你送 你疯了吗 你给我回去 江景彭 我也命令你 不要再对我大呼小叫 江景彭 我也命令你 不要再对我大呼小叫 宋慈 你竟敢跟我这么说话 我这么跟你说话怎么 你以为今天的 还是从前的宋慈 好 我看你真是疯了 不过我现在没有情形跟你胡了 你先立刻马上 一个好妹妹 马上就要入场 还是留下来 好好看戏 新娘仔真是漂亮 跟韩总真是天生一对 韩小年 潇洒能干又多精 江小姐 美丽又出身名门 他们俩结婚 不知羡慕死多少人 在这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边 让我们衷心地祝福这两位新人 白头偕老 现在 有请我们的新郎 新郎 新郎怎么在 哎 新郎呢 去把韩总给我找来 是 看来 我们的这位新郎 有点害羞啊 哈哈哈哈 我说八道什么 乔年才不会害羞 今天是我们两个结婚的重要日子 他肯定是给我准备惊喜去 是 新娘不说的对 我们的新郎非常认真 现在 让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新郎 我们的新郎 有点 有点 黄总找不到放人 黄总好像不在 这不可能 乔年他肯定来了 乔年 我知道你肯定来了 你不要再躲着我了 我知道你不会辜负我对你的心意的 他不会来了 他不会娶你这个女 在场的任何男人 都不会去 送死 不说八道什么 来人 这个贱给我赶出去 谁赶 干什么呀 把这个给我赶出去 送死 你个贱人打我打死你 就凭你对我的心意 你打你这巴掌我算轻了 小鱼 小鱼 你没事吧 送死 你干什么 江锦红 好戏才刚刚开始 现在护着你 未免太早了点 各位 各位 我今天来 就是想让你们看清楚 我身后这个清纯无辜的江鱼 其实是个心狠手辣的 宋慈 你血口喷人 我有没有血口喷人 咱们看看就知道了 都给我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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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纳小姐 您还记得我吧 还有我呢江小姐 那怎么会跟宋慈在一起 他是不是跟我一起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要听听这几位豪门公子 说点什么 什么豪门会说 我不认识 来人 把他们都给我赶出去 江鱼 整个凌晨 应该没有人不认识 徐强和刘洋二位公子 那天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和他们在一起 现在你说不认识 你觉得有人信你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果然是兄妹呀 那不如我们就听听她说什么吧 你们不是要讨回公道吗 现在可以说了 大家不要信江鱼这个女人说的话 就是她 就是她 唆使我们刁难宋小姐 让宋小姐 在钉子 寒冰 玻璃扎上跳舞 宋小姐拒绝后 还有玻璃扎 都裹扑在地上 我要让她踩在上面 跳舞 看她以后还怎么用那双腿勾引男人 万一你那个嫂子 抱紧抓我怎么办 放心 那个贱人有一个精神病爸爸 但是他致命的弱点 只要我捏着这招王牌 任他再有本事 也翻不出我的手掌心 这些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不要信 我就猜到你回心的时候 所以 我专门请来了鉴定专家 不如 就让鉴定师来帮我们鉴定一下 这段路一吧 麻烦帮我们鉴定一下这段录音 到底是真 还是假 宋小姐 这段录音是真的没错 一个孽女 别碰 孽子 你要闹出人命才开心吧 要闹出人命的是你将军 宋小姐 我看 宋小姐 你瘋了吗 我没疯 我就是有点傻 傻到这三年被你兄妹俩蒙在鼓里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做这种肮脏的臭事 你还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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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为什么不敢谈 就因为这三年我嫁给你当牛做骂 就不把我当成人了吗 宋慈 你信不信 我把你那些不要脸的照片公司与众 你以为我会怕吗 拿出来 咱们就拼死一搏 大不了 就是一死 看看谁的命更珍贵一些 诸位 你们一定想不到吧 我身后这个老公 竟然变态似的爱着他的妹妹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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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的话 那这些照片里的内衣 都是谁的 那这些照片里的内衣 都是谁的 天呐 这这竟然是真的 江家那小子 连自己妹妹都不放过 真不是人呢 是江家义子 俩人又是青梅中了 要我说呀 有点关系和想法也正常 闭嘴 没有 那我们就问 我问问这位新娘 你丢掉的那些内衣 是不是在这些照片 知道 你不知道 让我来替你说 这张照片 是你十三岁成人的时候 你的婆婆送给你的 这张照片 是你二十岁生日的时候 我送给你的 这些 是我们逛商场的时候 我给你买的 够了 别再说了 听不下去了吗 陈子 就算我哥收藏这些 也不能证明我跟他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 那 这些呢 你这个贱人 你会想偷藏照片 我没有偷藏照片 这些照片 偷在你的好哥哥的电脑里 的电脑里还有很多 小语 你真的跟紧后干的 见不得人的事 小语 你真的跟紧后干的 见不得人的事 都是宗族诬陷我的 这些照片都是假的 都是批的 我是不是应该找鉴定 是再鉴定一下 是不是批的 我只是觉得 你们两个联合起来 误陷设计 但没想到 你们却是一对不知廉耻的假兄弟 公子 他本就不爱我 你没有资格说我这些 你不爱他 可是你依旧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他对你变态的爱 不然 我怎么会出现在会所里 又怎么会受伤 怎么了 怎么了 现在开始 要维护你的好妹妹了吗 孙子 孙子 我知道 我也有三年前对你亏欠 你心里有所怨言 但今天 是小语的婚礼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不要再羞辱他了好不好 我羞辱他 在场有那么多的证据 你当大家演瞎吗 够了孙子 我认你很久了 当着大家的面 我不想说出来 但你实在太过分了 是吗 我是不是应该感谢 你的大度 主位 本来家丑不可外 但今天是我妹妹的婚礼 我不能因为我自己的问题 让我妹妹 戴上一顶莫须有的帽子 所以 你准备把三年前的照片拿出来 对 我准备拿出来 因为如果我再不拿出来 这里就要出人命 对 我准备拿出来 因为如果我再不拿出来 这里就要出人命 出人命 谁的命 谁的命 我的命 还是你妹妹的命 宋斯 趁你现在还没有酿成大错 当着大家的面 给小女道个箭 之后的是我来处理 只有给你最后的机会了 你少着 让我道歉不可 因为 你 不配 好 好 既然你如此不念旧情 那就别怪我这个做丈夫的 诸位 刚才我妻子说的话 大家都可以 因为在三年前新婚业的时候 他就出轨了别的人 已经得了精神病 得了妄想症 而这 就是他出轨的证据 当着这么多人抹黑自己的妻子 我真是个男人 青少年 坏 韩乔年 这是你的婚礼 你想干什么 当年是为了保护我的女 你不是一直好奇 照片上这个男人是谁吗 现在我告诉你 这个男人 就是我韩乔年 你不是一直好奇 照片上这个男人是什么 现在我告诉你 现在我告诉你 这个男人 就是我韩乔年 你说什么 别那么简易吧 三年前 宋慈作为新娘 被你下药 误打误闯进入了我房间 意外发生了关系 难道这不是你的生命 你胡说 还没有胡说 宋慈 你既然相信这个男人说的话 我当年就是太相信你 才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方 这些 全部都是证据 你为了向我 给我下药将我送给你的上司 我没有 这些都是假的 是韩乔年给你的对不对 是不是韩乔年给我的 重要的是 如果你觉得这些都是假的 你为何这么活着 我没有 我只是 我只是怕你被他骗了 韩乔年 从开始都现在 都对你图谋不轨 是图谋不轨 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 我们之间有夫妻关系 这三年 你碰过我哪怕一次吗 我是在调理身体 调理你的性无能吗 你 调理你的性无能吗 你 你说什么 你说的 这些证据上 写得清清楚楚 包括你性无能的事情 这三年 你从来没有碰过 根本不是因为什么我的事情 让你心生愧疚 心里得了疾病 纯粹是因为 台上的这个人 是个性无能的男人 不是的不是 你好歹毒的行啊 三年前 你把我下药送给上司 现在你又下药将我送给韩乔年 一次又一次 这三年 我给你刀牛作骂 三年 我为了你 愿意家乡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 我放弃了我出国进修最好的机会 到最后我得到什么了 我得到什么了 老婆 你听我解释 我是也是 还是这样多的解释 永远有这么多的介绍 但是我告诉你 早已不是当年的三次 这些所有的证据 都证明着这三年前 你烂掉的那颗心 你 还有这份离婚协议 一起签了吧 我不能离婚 这可由不得你 这可由不得你 韩总 将安排好的治安官带进来 这可由不得你 韩总 将安排好的治安官带进来 老婆 快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发誓 我一定会改革自己 咱们从头开始 没有重新开始 也不会再要下一次 将近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诉词 你够狠吧 诉词 比起你对我做的那些事 我这些简直微不足道 微不足道 我告诉你 就算要帮我送你去救了自己 你们甩不掉我呢 告诉你 我还会回来的 你给我等着 江大小姐 这是要去哪啊 江大小姐 这是要去哪啊 干什么 事情还没有结束 你现在离开 怕是有点不合适吧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会所的事情全是江景洪一手策划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还是承受他该有的后果就可以了 干嘛非要拉上我 我还真是后悔 没让江景洪看清你此刻的嘴里 治安官辛苦 把江大小姐一起带走 宋慈 会所的事情我已经受到惩罚了 你凭什么还要拉上我 就凭我是当事人 爸 我可不是江景洪那个样子 我是那亲生女儿 你一定要救救我 我不想坐牢 你和江景洪那个混蛋干出这种宠事 还有很多人知道 叫我怎么救你 爸 你救救我 你相信我跟江景洪真的什么都没有 是江景洪单方面喜欢我 一定要救救我 少啰嗦 当了这么多人的面 还不够丢脸的吧 爸 爸 把他带走 放开我 你别碰我 你放开我 放开我 走走走走 今天的事情 真是谢谢你了 今天要谢我的话 那就给点表示吧 不是什么表示 宋慈 嫁给你吧 我 韩教练你在开玩笑吗 这么多人看着呢 我没有给你开玩笑 我在很认真的跟你说 不是 今天举办这场婚礼 就是为了麻痹他们 就是为了拿到 江景洪手里威胁你 我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给你求婚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关系 还是应该保持一些距离 什么距离 一厘米 两厘米 一百米 还是一千米 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以后 我们别再联系了 宋慈 你在给我开玩笑吗 对不起我先走了 宋慈 韩总 刀头之上发不错 所以赶紧去一趟 知道了 爷爷 不是 跪下 爷爷 我做错什么了 做错什么 虽然那赵家女儿不是什么好人 但你便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想借这次机会毁掉婚约 群已经结过一次婚的宋慈姐们 我非宋慈不许 我不同意 既然爷爷执意不答应 那便只好辞去韩氏总裁指纹 带他去过自由自在的手 我绝不能让乔娘毁在一个女人手里 我记得 那个女人她有个精神病的爸爸 你们该怎么做知道吧 是 谁在哪 当然 是你亲爱的老公啊 张静红 你怎么在这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 怎么 我被这安官抓走了 就不能回自己家那么混 现在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了 你最好马上离开 否则 我报警 报警 你当我江景红是下 报警 你当我江景红是下大的 我没有下 我只是在提醒你 提醒 那我是不是该好好谢谢你 啊 谢谢你对我大分大的 让我从一个上市集团的总裁 啊 变成一个人尽皆知的铁饭 张静红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行为造成 跟我可没有关系 啊 我告诉你 如果不是因为你跟韩乔年 我会沦落至此吗 张静红 你凭什么资格打我 我满回期待的价格 你呢 你对我只有算计 这么多点 你心安理得的享受我对你的愧疚和服事 我告诉你 现在这 都是你应有报名的 哦 我告诉你 神不用几个金珠提名 他韩超年评审 啊 神经人亲身比我好 身份地位精彩小鱼 这都是他的 我不服我不服 你简直不可理喻 不可理喻 不可理喻的人是你啊 你不是爱我吗 那你就应该帮助我 拿到我想要的一切在那 可你 竟然也偏向韩超那个贱人 你敢死 你敢死啊 啊 拉个贱人 啊 啊 啊 我告诉你江小黄 这个家里有监控 已经触动了安全警报 警察马上就会到 到了 我活不了 你也别想活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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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你让韩超年那个贱人 撤销对我的所有罪 洗白我一切的罪证 你疯了吗 他根本做不到这些 你做不到 不代表你的情人做不到 你也太小瞧他了 我说过 他不是我的情人 我跟 别他妈给我装算 床都上过了 还他妈不是情人 我告诉你 除此之外 你还要让韩超年给我十个亿 然后送我出国 江青红 你未免太看得起我了 我跟他的关系 哪里值得了十个亿 韩超年已经为了你 跟他爷爷闹翻了 你说你是不是 你说什么 哎 我都没有想到 我平日里不声不响的老 把韩超年那个 不平时的男人 竟然迷得神魂颠倒 早知如此 我还费什么血气 直接拿你当条件 让他把一切让给我们就好了 可能 一定是你搞错了 他不可能为了我这么做 搞没搞错 你打个电话问问我就知道了 咱们夫妻一场 别怪我没有给你活路 我 我没有他的电话 没关系 我有 打 打 打 我告诉你 你最好老是 否则 我还没有太多耐心 soccer 叶 哎 韩超年 是我 gł 宋慈 我在开车马上到你家 宋慈 宋慈 说话呀 没什么没什么 我就是想跟你说 宋慈 江净虹是不是在你呢 他是不是威胁你 没有什么都没有 我就是想跟你说 我不想见你 你不要过来 千万不要过来千万不要过来 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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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当着母的面 这么护生别的男人 好吧 今天就帮你办 安 我 好啊 今天就帮你办 张启鸿你干什么 孙子 你昨天在婚礼现场 不是说我性无能吗 老子今天就让你看看 老子到底行不行 放开你个流氓 戒上 求你 没事吧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让你不要来吗 你出事我肯定要来呀 将军红杯混蛋 竟敢打你 说 你想要什么 不愧是韩总 说话就是说 说 很简单 我需要我的清白 这对于韩总来说 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清白 你好像是清白两个人 我需要我的清白 这对于韩总来说 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清白 你好像是清白两个人 哇 叫你一声韩子 还真把自己的 小景红你是疯了吗 你也要当初任命吗 不喝 老婆 你怎么变成这样 你当着我的面 这么不准别的男人 能不能把我这个老公放在眼里吗 我已经离婚了 哈离婚 我没签字没办证 说你 啊 一个离婚证而已 你觉得办不定吗 我告诉你 他已经要给你离婚了 你要放他走 不愧是韩总 手段可以 既然如此 那我说的事情 你可以考虑一下吗 我可以打眼睛 像他是种人 他会永远帮你不得安你了 你给我闭嘴 住手 我可以不够 但是呢 你得吊销我所有的犯罪记录 还我清白 然后 再给我十分一 好 我答应你 好 不过 你只有十分钟 十分钟 十分钟 只要你根本掉都不过来 无所谓 我可以给你十一分钟 只不过 他都给我的 韩总 你是要十分钟了 还是十一分钟 不要 好 韩总 你不要闭嘴 好 我先带他 他十个亿 和姜丽红照顾上 另外 给姜丽红照顾上 给姜丽红照顾打电话 扯上对姜丽红的所有指控 我过去 发的 不愧是韩氏集团继承人 办事就是帅鬼 来 给我把手机捡起来 嗯 你找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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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死了 给我这么多血呢 谁太喜欢了 都是我不好受连累了你 说什么呢 你要谢谢他 给我一个眼生求你他几款 你别说话了 你给我这么多血你别说话了 好感觉 好像 一副現實版的太坦您是 看了我的給看動容 韓總 給我一次 啊送車 洗澡都給你了 你還要洗澡什麼 我要的 還有一部分的 什麼 當然 是你們兩個人的命啊 哈哈 當然 是你們兩個人的命啊 哈哈 張姐哥你真是瘋了 你先讓我的命可以 允許放手刺 你不可以 我不會需要你這麼做 不許在我面前生亡不捨別的呢 你將就好 雖然我幫你引擎除了障礙 但你別忘了 你還在臨床 希望你還在 死人都還會把你重新抓回去 有道理 所以呢 你想用這個條件 讓我放著 雷彥哥 雷彥哥外面 你放了他 我給你開車 前後菜 沒人敢來你 想好了嗎 這筆聲音 我賺不快 好 我答應你 韩總對我老婆還真是一往情深 居然連自己的面子都不要 別廢話 換 我當然換 韩巧你 知不知道 我最恨的人就是你 你不可以再這樣了 我手燈火找個機會 我拖手帶你先走 我拖手帶你先走 你和嘴 你不會有任何事的 你是傻子嗎 從來也沒有人說 是傻子 啊 行了 別搞得跟生物死 說不定 你們兩個 你懂得死 張建宏你是個瘋子 你做了這麼多騷心逼狂的事情 難道你不會覺得愧疚嗎 哈哈 好像還這麼會 你是徹底瘋了 咱們兩個認識那麼多 哈哈 我是不是瘋子你不知道啊 韩總 那是麻煩你 送你呢 走 我 韓小年 再好跟我老實一點 不然我殺死你小劍 你最好跟我老實一點 不然我殺死你小劍 你別上嘴 我都 啊 啊 丑是吧 那是丑口 啊不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有什么事情冲我回来 这些事情都是我造成的 你是在提他求饶吗 宋慈 我记得 你是个骨子狠净的女人 从来不敢下苦 没想到 你今天为了他 居然像我下跪 你不会爱上这小子的 宋慈 我记得 你是个骨子狠净的女人 从来不敢下苦 没想到 你今天为了他 居然像我下跪 你不会爱上这小子 我求求你 你放过他吧 好 放过他也可以 你要向我磕一百个想到 磕到我满意为止 不可以 宋慈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磕 宋慈 这么轻你磕谁呢用力啊 我 我用力 我磕我用力 你就这么喜欢这个小子吗 你不要伤害他我用力磕 我用力磕 当作我今天不要杀了你 你不要杀了你 你 老子 今天非生了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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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教医生 快教医生 我先找他教医生喂 遇到对吗 巧妮 你一定要醒过来 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说 这一次 都是我不好 如果我能早点看清江景湖的面目 我就不会怕你成这样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 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我其实 没有不喜欢你 也没有不愿意嫁给你 我只是觉得 自己不配 你知道吗 其实 这个世界上 从来没有人想你这样保护我 可是以你的身世 完全可以去一个 和你相当匹配的前景 而不是我这样的 这次经历了这么多以后 我只想做自己 如果你可以醒来 我愿意嫁给你 我愿意嫁给你 你愿意 我可不答应 你愿意 我可不答应 韩爷爷 你这个女人 就敢来到这里 来人 把这女人给我拖出去 没有我的命令 不允许她接近强奸万步 是 韩爷爷 不可以讲 你不是放开我 我不会走的 我有话要说韩爷爷 韩爷强奸的事情 虽然是我造成的 可是 我也请您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 什么机会 给你害死我孙子的机会 宋慈 我告诉你 重样的话 别让我重复说第二遍 如果你还不识相地离开这里 你那有精神病的父亲 将为你付出代价 韩爷爷 做错事情的是我 请您别牵扯我爸 你爸爸怎么没错 生中你这么个三明星 就是他的错 滚 妈 放开我 董事长 韩总现在还昏迷不醒 医生说 需要韩总在乎的人在身边 这样才更容易唤醒 现在正是需要宋学姐的时候 连你都替这个女人说话 董事长 我说的都是事实 如果你不信 可以问医生 宋慈 我警告你 就说乔娘喜欢你 你也要认清你的身份 我绝对不允许一个 生名狼藉二婚的女人进门 我知道 知道就好 等乔娘醒来 你带着你精神病的父亲 离开林州 并且保证 永远不能在林州出现 好 我答应 乔娘呀 你快醒吧 爷爷年纪大了 咱们集团还需要你打理的 董事长 你身体不好 你就先回家好好休息 休息吧 韩总这边要是有什么状况 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好 照顾啊 乔娘 如果他再有点三长两短 我绝不放过你 你 你 chic 我 你 你一定要快点醒过来 只要你醒了 一切都会好了 你醒了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我去给你叫医生 怎么样 病已经过过疫情期 只要静眼一段时间 已经给你带来了 谢谢您医生 这段时间辛苦了 好好休息一下 不幸苦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 你一定饿了吧 想吃什么 其实 我喝什么 我吃小气 还不走在那干什么 常年已经醒了 他还要喝小米粥 知道了 去 买份小米粥 是哎等等 还有什么事 说要喝呢 够了 自己的孙子我还不知道他吃什么 还不走 记住啊走了就别回来了 知道了 老爷子那咱们去哪买 龙了吗 或者让你去南达门门 是 是 爷爷 你怎么回来了 送死呢 我让他走了 什么 走了 什么 走了 是的 那样的女人 你还惦记她干什么 天下好女人多了 跟你商讨了以后 我把那 合格的名媛小姐 集中到一块 给你选个好妻子 不要 我不要 我只要送死 你都这样了 还想那女人干什么 我不希望你跟他还有什么牵挂 来人 从今天开始 看好少爷 不允许他离开病房一步 爷爷 我不能这么对我 我这都为你好 宋子 我绝不会让你离开我半步 绝不会 爸 你在车站等我 宋小姐 上车吧 老爷子让我亲自送你上车 老爷子 是的 你 给我点车 给我点车 你騎著海角 宋三 你再給我 還求你 你瘋了嘛 你還傷者 宋三 我不讓你走 我只知道師姐也讓你離開我的 當我愛你 沒有這個很能把你從我的身邊帶走 我和你是不會有未來的 你一夜說的沒錯呀 像我這種深迷狼藉 結過婚的女人 那也不上你 我不想唯我不要 在我眼里在你心里 你都是最好的 世界上没有人能比更好知道吗 哥 你冷静一点 我根本都不爱你 这一切都是你的一厢其内 我是不可能跟你讲 我很冷静 爱我的 你是爱我的 从眼睛里我知道你是在乎我的 就算你不爱我没关系 我可以让你一天一天爱上我 哪怕一天两天 一年两年甚至十年多久我都愿意到 你很巧你听不明白吗 我不愿意到 我求求你放过我行吗 我就是个普通人 我想过脾气那一生 我不想再跟你们这些达官贵人 有任何牵扯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从今天开始 我不想跟你再有任何关系 送辞 送辞你别动送辞 只有我离开了 你才能一直是汉桥 送辞 送辞你回来送辞 我 是谁给你的胆放弃乔年出去 对不起董事长 不是分催的废物 要是乔年因此出事 你就永远别想进 银河一家大企业 大夫 我孙子情况怎么样 本来情况在往好的趋势发展 但现在已经恶化 别人自己主动放弃存活 谁是可能死亡 还是要强决 啊 死亡 董事 对不起 孙小姐 韩总回要不行了 现在这个人就来了 你快来看看他吧 你说什么 孙小姐 你可不定要救救韩总 好 我过来 我现在就过来 嗯 就那时候都还你 你要你不论 我不论 我不是一阳 我不论 你不论 你不论 我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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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论 我不是论 你不论 我我的论 我说你 你不论 你不论 我不是论 成這樣 不是都好了嗎 楊俏年 你醒醒 你看看我我是宋慈 瞧年 真的是你嗎 是我 別再離開我了好不好 不行 為什麼不行 你是不是 擔心爺爺 不是 那是什麼 我說了 我們不想配 有什麼不想配 你愛我的時候又想過 被配的問題嗎 我不愛你 你為什麼撒謊 你是愛我的 不然你怎麼會回來 我對你只是心存愧疚 我不想你有事 既然你現在 沒事了 我就先走了 宋慈 瞧年 怎麼樣 我就知道 你是在乎的對不對 你是在乎的 你怎麼這麼傻啊 大夫婦 竟然敢起回到這裡來 大夫婦 你竟然敢起回到這裡來 爺爺 是我就從此回來的 是我纏著他不放 你都病成這個樣了 你還糾纏著他不放 分明就是這個女人 賊心不死 意圖在你身上加起 最後一點價值 我沒有 心機婆測 你是不想讓你爸活著了 來人 把他那個爸過帶到這裡來 我要親眼看見這個女人 在我面前耍心機 對過什麼代價 不可以 你不可以傷害他 我爸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爺爺 你不能不和宋慈打吧 不然 我立刻宣布推出韓式集團 你敢 我現在要的很簡單 就是想跟宋慈 好好地在一起 就是因為這個女人 你一再地忤逆我 現在甚至威脅我 好你去 那我今天就打死這個當作 給你一個教訓 看你以後還敢不敢忤逆我 我 那我今天就打死這個當作 給你一個教訓 看你以後還敢不敢忤逆我 爺爺 你說 是我先愛上他的 是我一二代子二三的糾纏他 一切一切都一無二切 如果你要打他 真打死我吧 你以為你生病了 我就會心軟嗎 你既然願意替這個賤婦扛的 那我今天就承諾你 爺爺你不要再打了 他身上還有傷 你這個賤人滾開 你也打 你也打 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 求求你我可以走 我願意離開他 你以為你的話我會相信嗎 小年 小年 爺爺沒有小年 你可以不相信我說的話 可是你現在這樣 如果我不肯離開 小年是不會跟我分開的 你再這樣下去 只會越來越恨 你可以不相信我說的話 可是你現在這樣 如果我不肯離開 小年是不會跟我分開的 你再這樣下去 只會越來越恨 好 我再信你一回 就一天時間 在明日日落之前 讓我知道你還在臨終 後果自負 除了 你還在對 你現在還是在應該 我知道我 喝了 我 啊 腔瘾 衝衝 這孩子我一直都在 怎麼醒了 做夢 我夢見就離開了 不會離開你吧 再不要離開我了好不好 我不會離開 這樣愛 Isso 長得去 你 我愛ёр 你 我愛撫 你 你在ien 我ookie 我愛這 再见了 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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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强年 我爱你 但我还是选择了离开 曾经我憎恨你打扰了我平静的生活 将我推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但是我错了 你是我生命中的一束光 是你 照亮了我灰暗的人生 将我从深渊中解救 很高兴遇见你 但也仅仅只是遇见你 或许相爱不一定要相守 珍重 愿你余生安好 五念 纵辞 是的 幸福 背景 itect 人 arche 被你 that preferred 你 那 我 别 乾 别 练 他 你 就是 那 乱 Far cualquier colocar 在浴室怎么又过去吗 不用了离开是他的选择 爱他就应该 嗯 啊 哈哈哈哈 啊 韩乔年 你这是干什么呢 韩乔年 你这是干什么呢 这臭小子 你这是要气死我呀 干不空啊 你这么喝酒 你就不找死了 哎 为了一个女人 你弄到自己不死不活的 你怎么让我放心把公司交给你呀 公司 哈哈哈哈 我根本就不在乎 不管你需要不需要 你是韩家的唯一继承人 你不要也得要 要也得要 来人 从今天开始 一天二十四小时 监督少爷的 三餐饮食 要再向今天这个事情发生 都卷铺盖滚 呃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tahun 哎呀呀呀 darn 我发消息有点事给耽搁了 现在已经去找你了 马上就到 小朋友是你的球吗 睦睦不是让你在那里等妈妈 不要乱跑吗 但我的球被前面那个叔叔捡走了 在哪里 妈帮你 你怎么会了 我可以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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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帮你帮你帮你帮我